我们的村庄 被天元国的妖怪给烧光了 好不容易休养生息了几年 又碰到了天灾 颠沛流离了几个月 才来到这淋渔城 本是逃难 能再一余活命就不错了 谁知碰到了这里的太守 争争相依 他 他定说我们是骊国人 就抢走了我们身上所有的钱 要不是靠着阿茅偷来的粮食 我们早就饿死了 那个太守只知道欺负我们骊国人 这位太尉大人 可有点小变态呀 哪儿来的镜子啊 小白 看这是谁啊 我有一个好主意 什么主意啊 这个主意又没动静又安全 就是要牺牲一下你 我 我 啊 好 小车 你快点 你得配合呀 我这手都酸了 我都说差不多就行了你 我这能变成这样 还能坚持这么久 已经很不错了 好 你行 你来啊 那我当然不行了 赵军侯 殿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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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 来了也不让人通报一声 我那个 我最近觉得嘴里没滋没味儿的 我就想来问问你 有没有那个 琼花海的云风茶 人嘛 就这一馋 就忘了李树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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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